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生此诗向天发问 诗情酣畅 所以这首诗名叫天问 遂古之初 随传道之 上下未行 何有考之 屈原晚年 被流放于江南之野 密罗江派 那个时候的楚国已经日渐衰落 数次兵败于秦国 百姓流离失所 除秦湘王迫于秦国的强大 于秦昭王汇于楚国旧都烟影 屈原的政治理想破灭了 在悲愤之中 他修订了当年在汉北流放时所作的天问 九天之计 安发 安主 余威多有 谁知其数 天何所踏 十二燕分 你是何人 晚辈萨北宁是来自两千多年之后的一个读书人 特来拜访先生 不对了 还给您带了您家乡产的柑橘 两千多年后 我家乡的柑橘 两千多年后 您的家乡叫紫龟 紫龟 您看 这就是紫龟的风貌 这 这是谁画的 这不是画的 这是原貌 分毫不畅 我们是用摄影和印刷的技术 把它印在了盒子上 如此神奇啊 看来你真是来自后世啊 我两千多年后的故乡 我摄影 hem 我像风景盛美呀 两千多年后 紫龟是中国的诗歌之乡 而且还是中国的奇诚之乡 可能因为您当年写的那首《菊颂》吧 给当地文化打下了很深的烙烈 请坐 谢谢先生 先生请 刚才我听到你说菊素 这你读过吗 后皇家树 菊来福西 寿命不迁 生难国喜 生故难喜 更亦知悉 皇天后土 孕育了这美好的菊树 这些菊树生来 就适应南方的水土 禀受天命不离故土 永世扎根在楚国的土地 先生虽然写的是菊树 但其实是告诉世人 要热爱故土 这样吧 两位先生 尝一尝这两千多年后 家乡的甘菊吧 好 来 来 你尝尝 家乡的甘菊 甜 好像比我小时候吃的更甜 真是要谢谢你啊 撒军 我们要谢谢您才对 要不是先生 我们后世哪能读得到如此文采绚烂的楚词啊 楚词 对了 忘了告诉您 楚词就是由您开创的诗歌题材啊 您的 李骚 天问 酒歌 这都是楚词当中的经典作品啊 楚词主要是以您和您弟子的诗作为核心 哦 这位宋玉先生 您写的九遍 在楚词当中 那也是相当有名 感恩先生教诲 宋玉还需勤学 先生 我与你 很投缘啊 你是哪里人啊 先生 晚辈生于金楚之地 算是您两千多年后的小同乡 小同乡啊 正是 你来寻我 所谓何事啊 晚辈特来拜访先生 是想请教 先生 是如何写出如此绚烂的诗章 您就先给我们讲讲局诵吧 局诵 是从我生命中萌发出的一篇诗歌 对楚国的热爱伴随着我的成长 是从我生命中萌发出的一篇诗歌 是从我生命中萌发出的一篇诗歌 为他们带橘子 他们都还躲着我 你祖父是楚国大王 你是王孙 他们顾着你的身份 你可不能不理我 我怎么会不理你 来 给你 嗯 这个真甜 祖父和我说 只有南国才有橘子吃 想吃橘子 就不能离开楚国 反正我这辈子不会离开楚国 我也不会离开楚国 我的 我的橘子 我的 居然把你的橘子给我 你的肯定比我的甜 王子 这东一样的橘子到你嘴里就算了 甜的 你手里的橘子总是甜的 你父亲做了楚国的大王 你都做王子了 还抢我的橘子吃 父王改名字叫商 为什么叫商 商屋之地的商 商屋是楚国的发祥之地 还有祖先埋葬在那里 清国夺走了我们的商屋之地 赐给了大梁造 喂秧 父王 一定会把商屋之地拿回来的 真的 等拿回来 我让父王把商屋之地封给我 你想干嘛呀 种橘子 我赞成 这样咱俩就吃不完的橘子了 还我橘子 别跑 好 写得好 写得好 这片橘子 写得好 一定能流传于后世 成为千古绝刹 当我的三驢大夫 将这片橘子 交收给所有的宗室子弟 好 我要教所有的人 爱国家 爱人民 上下一心 收回商屋之地 强大楚国 虚言 愿为大王效劳 四下 你还是我朋友 对 我怀疑你的比我的还甜 那就换换呗 好甜 我这也很甜 我的甜 我就肯定甜 肯定是大王的甜 你越来越少了 嘴手 また才下 展示 所以我能安届 forces 心 心 即日寡人要亲自给屈原 此三驴大夫印 大王 不可呀 屈原毫无经验 不能担此重任 大王不可 三驴大夫因为宗族子弟楷模 对呀 屈原有何美德 屈原没有美德 那谁有美德 臣以为上官大夫之子就很合适 臣等推举上官大夫之子 担任三驴大夫 若要说没有经验 那寡人也没有经验 诸位大人 是这个意思吗 臣等不敢 大王 身怀美德 臣等钦佩呀 要有美德对吧 那我就说说屈原的美德 诸位请看 这一篇是《局宋》 正是屈原所作 我读给诸位听听 屈原 你给他们解释一下 遵命 后皇家树 局来福喜 皇天后土 孕育加美之树 局树生来就适应这一方水土 寿命不迁 生南国喜 并受天命不离故土 永世生在南方的楚国 身故南喜 更依智兮 你扎根身后 难以迁移 志向是那么的专一 上官大夫 臣在 诸位大人 你们听懂了吗 大王啊 这不过就是一篇诗歌嘛 这何止是一篇诗歌 哼 曲原 告诉他们 这是什么 是 大王 这是 楚人的立身之本 局树 生于南国 如我等 生在楚国一般 既然生在这里 就应像局树 扎根热土 为国家之富足繁茂自己 为国家之强大奉献自己 这不仅是宗族子弟 应该有的美德 更应是天下楚人 都应该有的美德 爱家国 是人人应具有的美德 华人愿做一棵局树 曲原愿做一棵局树 曲原愿做一棵局树 扎根故土 爱我家国 臣能愿做局树 扎根故土 爱我家国 来人 此印 卸大王 卸大王 居然接印 今日起 曲原便是我楚国的三驢大夫 此后 我做三驢大夫十年 十年树木 这些局树 在您的培育下 都已经未然成林了 但在这十年间 大王未能收复商屋之地 任用我为左徒 为楚国制定心法 立志图强 据后世史书的记载 您认左徒时 入 则与王 徒役国事 以出号令 出 则接遇宾客 应对诸侯 我为大王制定国策 明法度 举贤能 重农耕 禁鹏党 队内 改善名声 增强军备 对外 交好诸国 促成合纵 自行 对外 对外 灵鹏兵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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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诸国使臣 在下魏国使臣 在下赵国使臣 在下韩国使臣 在下燕国使臣 略与楚国联合和抗亲 感谢诸国信任 此次罚亲 其果拒而不前 我楚国愿与诸国合纵抗亲 诸国合议 集成合纵联盟 奉大王为合纵支掌 臣等拜见纵掌 即日起 合纵联盟 共同罚钱 纵掌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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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合纵联盟 楚国在诸侯当中的威望 达到了顶峰 我好像都看见 您和楚怀王心里的局树 都开花了 那时 我也觉得局树开了花 就一定会结果 现在想来 我真是太年轻了 联盟大军 打到韩国关 秦人出关死战 联军损兵折将 这时候 魏国和楚国 却向秦国求和 于是五国纷纷退兵 轰轰烈烈的合纵联盟 就这样瓦解了 作为合纵支掌 楚国在诸侯面前 威仪谨慈 又面临来自秦国的压力 于是就不得不与 齐国联盟 而楚国国内的贵族 又不愿意接受 更多的改革 在内外交困中 大王的态度 变了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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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王快 让齐王杀死了 等着 千真万卷 燕王快让 相国子之代行王权 推行改革 却招致大乱 齐宣王趁机发兵 攻破了燕国 大王啊 我楚国 不可不是你 你是说 我推行的改革 让那些贵族们 也产生了不满 大王英明 贵族确有不满 但不是对大王 是对屈元 对屈元不满 对 大王让屈元指定心法 他逢人便讲 除了我 没有人能够起草得了 这么明明和大王争功吗 而且 他在推行心法的过程中 遇到贵族有意见 他又把责任推给了大王 向这种懒功推过 必然招致大家的不满 大王啊 如果贵族因为怨恨屈元 转而怨恨大王 那 那我楚国威夷 上官大夫 以为应当如何 当下局势 对内屈元招致贵族不满 应当疏远屈元 团结故事 对外 齐国灭了燕国 招致诸侯不满 不能再与齐国联盟 而应该交好秦元 那就 大王 那就叫去员 不要做祖徒了 还做他的三驢大夫吧 大王 英明啊 听闻我被罢免 左途直直 秦国看见了 离间习楚联盟的机会 于是派张仪 出使楚国 他是战国时期 一个著名的纵横家 善于谋略 巧舌如火 他在出使楚国期间 撒了一个在历史上 很著名的弥天大王 张仪向大王承诺 秦国愿意归还 六百里商屋之地 与我楚国交好 你要知道 收回六百里商屋之地 是几代楚王的梦想 他知道楚国 无法抵抗这个诱惑 优优订阅 望 探助 家伙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